大家好,我是刀车 最近压力好大呀 我们来做一个好玩的减压方块 它是一个平面的方块 但是我们一捏可以变形 可以在这个垂直方向来回捏 在变的过程中造型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方向上可以变成这种 类似于球体的感觉 把它捏变 另外一个方向可以变成一个这种长方体 非常的有意思啊 它可以在同一个方向上这样向外拉 也可以这样来回推 还可以一边思考问题 一边断手玩 怎么样还挺好玩的吧 好了,下面我们开始来折 折这个作品我们需要准备一张正方向的纸 先编对编对折 做出一个十字形折痕 翻到反面 折出两条对角线折痕 沿着折痕把它收成一个双三角形 在它的高度方向上做一个四等分 上下对折 上下两边向中间对折 这个折痕一定要压得用力一些 我们把它打开 把这些折痕整理一下 最外圈向里面折 先把它立起来 角这里自然捏上 一边捏一边向里面对折 然后把角这里 先两边各放倒一次 压出折痕 要把这个折痕压得明显一点 两边都要压 每个角都这样压一下 把它放到背面 继续刚才的步骤 沿着折痕向里面折 这里同样左右割压一次 再次反面 同样的方法再向里面折 下面这里同样要处理一下 现在它是一个灰圈标的形状 把下面这个角向上折 让这个折痕与底边对齐 打开 下面这个角向中心对折 下面这个角向心折痕对折 每一个方向都这样折一下 折完之后我们沿着这条线 把它向上折 一个压着一个 折最后一个的时候 把它拿起来 从下面这里折上去 最后我们把上面这个角 塞到它对应的口袋里面 如果你有胶的话 可以在这里涂一点点胶 涂胶之后玩起来可能更方便一些 但是不涂也可以 我这里就不涂了 现在这个摆便剪压方块就做好了 我们可以试玩一下 比如说在这个方向把它捏扁 但是你第一次玩的时候 它会比较紧 尤其是这边 它的折痕不是很清晰 我们可以用手扶住一下 把这个折痕捏出来 下面这里也同样 然后把它压扁 做活动几次 换一个方向 这样压扁 好了这样就很顺滑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倒车醒无疑 只做有意思的认识